新闻开始马上来关心的是 香港战中行动进入第三天 而明天就是10月1号 大了国庆 香港将会有两天的连续假日 现在抗争现场状况是如何 还有学联秘书长周永康 下午呼吁梁振英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 要出来交代 那目前时间逼近了 有新消息吗 连线记者月佳妮来告诉我们现场状况 佳妮你好 设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持续带您来看香港抗议现场 金钟总部的最新状况 其实可以感受到 似乎是越夜越热闹 那大家是非常的有精神 似乎不见疲态 主要就是因为呢 其实明天开始呢 会有两天的假日 所以呢今天晚上呢 其实人潮似乎看起来是比昨天还要多 那其实昨天就已经有15万人上下哦 那今天非常有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字 那现在大家为什么那么有精神呢 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哦 香港气象局呢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说晚上会下起大雷雨哦 那其实在稍早的时候真的是确实下起了好大雨 那其实非常大那种打雷打到地都会震动的那种雨势哦 所以呢其实一度呢 现场的成长呢是有一点点气馁的哦 不过呢他们是用歌声还有口号呢 来跟这个雨势来对抗 雨下的越大呢 他们似乎也越有展现出他们的精神哦 那所有的雨伞展开的时候呢 也更符合了他们这一次的雨伞革命哦 那在下雨大概到20到30分钟之后呢 其实呢雨是马上就停了哦 那他们又爆出一阵欢呼哦 因为他们觉得雨下这么短 一下下似乎也是老天爷在帮他们的忙哦 是在支持他们继续做这个抗议的行动哦 那其实也知道呢 他们给香港政府的期限呢是10月1号 其实时间是越来越近哦 不过梁振英似乎是态度还是非常的明确哦 只指说他们是不为 他们是违法的集会哦 其实呢他们是不会妥协于这样的违法集会哦 那所以呢到现在呢 其实梁振英香港特首梁振英呢 这边还是没有做出回应 那以上是现场目前的最新情形